日本会再兴起吗? 我相信日本有再次崛起的潜力 它的经济正在复苏 其劳动力技术精湛且富有创新精神 我不确定 日本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其债务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是的,债务是一个问题 但日本在减少预算赤字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但人口挑战又如何呢? 日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 将给其社会福利体系带来压力 限制其增长潜力 确实如此 但日本也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 例如,它正在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 并鼓励移民以增加劳动力 但这些都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短期内,日本需要解决其结构性问题 例如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保护主义政策 我同意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直在实施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放松管制 创新和创业 但这些措施见效缓慢 日本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出口和政府支出 我理解您的担忧 但日本经济也在向新行业多元化 例如医疗保健和机器人技术 我并不是说日本没有潜力 我只是认为这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并转变传统的经济模式 我同意日本需要继续改革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 但我也相信日本拥有再次崛起的人才 技术和韧性 我希望你是对的 日本拥有巨大潜力 但需要大量努力和创新才能实现